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句话一直都解释错了 说父母永远是对的 使你要孝顺 知不知道听话 没有这回事 哪有这回事 专门有孝经 有孝心 有孝道 有孝敬 不晓得谁 一时糊涂 反而写孝顺 孝顺是不可以的 孝到顺的地步 你就不行了 没有是非 你看爸爸叫你说 那边在盖房子 去偷两根木头回来 你去偷不偷 我命你偷不偷 你偷你就害你爸爸 因为你爸爸名声很坏 那你就是不孝 你可孝顺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应该怎么解释 天下的父母 基本上都是人 没有个父母不是人 你说我爸爸不是人 那就糟糕了 那你是动物生的 天下的父母都是人 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犯错 你看 连圣贤都有时候会讲错话 这道理非常明白 我知道我爸爸 这个指示是错的 但我不能讲 我不听他的就是了 可是我还要装在听他的 你看这孔子叫曾子 叫得多好 曾子是以孝出名的 曾子的爸爸脾气不太好 所以说相当化的 有一次 曾子做错了 他爸爸呢 打他 打得他当时不受伤 可怜兮兮的 他就跑去孔子那边 看看能不能得到老师的安慰 没有想到孔子就骂他 你不是我学生的 孔子说我爸爸打我 又不是我怎么样 因为他爸爸也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说你爸爸打你 你不会跑 你没有腿 你这叫孝顺 你那你爸爸把死你 你爸爸还犯杀人罪 你这是大不孝 你还好意思 孔子要就针子去地球了 所以下次他爸爸跑平均要打 赶快跑啊 跑得快得很 这下老师可要葬美我的吗 孔子还骂他 不行 你爸爸要打你女跑啊 你想把他气死了 你把他打你笑会怎么样 这才叫孔门 为什么叫孔门 我们今天都把孔子是这样讲的僵化了 变成有戒律 戒律就是宗教 只有宗教才有戒律 孔门哪里有戒律 因为夫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人自己在做主 人不可以对任何人有戒律 不可以 西方人是以神为主 神可以放心的教人 你要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他有戒律 我们没有戒律 我们都是你看的吧 从那边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 因为我们都每个人都尊重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爸爸要打你 你要看看爸爸是气到什么地步 如果爸爸只是想警戒警戒你 他情绪没有那么坏 叫你伸手你就伸手 他打扰一下他就不打了 如果爸爸 拜扰我为情绪失控 党会跑 这才叫做笑 他是会变动 他是有弹性的 是有生命的 不是死的 教条 但是我们从宋朝以后就一直下来 尤其到了明朝 整个思想就僵化掉了 动不动就讲要孝顺 孝什么顺 我不知道要说是要怎么生 父母的话有道理 你一定要顺从 父母的话没有道理 你顺从他干什么 你不是害他 因此我们孝道 所谓道就是他是很宽广的